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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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是不是觉得我变胖了 这不是胖 这是脸皮厚看到没有 这脸皮厚这不是胖 脸皮厚 笑的吧 脸皮厚 脸皮厚 厚 有点痛 大家好我是贤魔包 你们很喜欢吃脑子吧 喜欢就勇敢的说出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讨厌了别表白我 乖乖的我话好多呀 不脱长一点你们说我水 长了又会说没意思 话都是你们说你们要 十块钱 你们猜一下哪个里面有钱呀 第一个没有 第三个没有 第二个也没有 三包果冻粉 你们猜猜 完成了我们放冷藏室然后明天取出来看一下吧 这是脸皮厚 感觉做的很成功 blingbling的我们倒出来吧 有没有成功 拿毛巾在热水里泡一会儿捞起果在果冻杯上烫一会儿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是粉丝送给我的毛巾我到现在还留着我给你们变一个魔术哦 现在这条毛巾是很正常的我们给它放进水里浸泡一会儿 哈 因为我是非常爱我粉丝的一个人 我要善待你们送给我的每一样礼物 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对吧 反正我信了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他怎么感觉没什么变化 骗人 虽然blingbling看着挺有食欲的 但是我要的脑子呢 选择果冻模具时请选择使用硅胶类果冻模具 这样模具价格比较高 但是脱模率很高 不易损坏果冻效果 我信你个鬼 是怎么扔那么准呢 我们再用热水试一次吧 如果失败了的话那也没办法 感觉这一次差不多可以了 一定要成功了最后一个了 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 我感觉到它已经成功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也没怎么粘上果冻 怎么倒出来的食欲图 根本看不出是脑子呢 咚咚咚咚咚 但是看不出是脑子呀 那我还怎么做封面的 刚摆肚了一下他们说最好在模具上撒一层油 不过这个撒不撒油没太大关系 它是印不出那个脑袋的形状 太咚咚咚了 卖相还是很好的 好美味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毕竟年更三天 视频质量可能稍微低那么一点 时长短那么一点 鲜宝涮那么一点 鲜宝涮那么一点 大家多理解一点 这样对大家更好一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是鲜宝本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你这个有点恶心吧 吃吧 好吃吗 好吃 真的假的 还可以 但你搞成这样好恶心 会比较来 有点灰